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神话里 形容人的超能力 有千里眼顺风耳 在我们的挑战不可能舞台上 千里眼我们见识过了 但是顺风耳 我们一直在寻找 究竟有没有这种 听力的极致挑战项目呢 今天还真的被我们找到了 这样一个挑战者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 认识他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陆伦一 今天我们挑战不可能 慕名而来挑选下一位挑战选手 在我即将抵达的地方 已经有一群非常有能力的 参赛者在等着我 他们是一群天生对声音敏感 对声音的捕捉 和记忆都异于常人的能力者 那么最终谁将脱颖而出呢 我们将通过一个比赛 来完成选拔 您好 张宝贵 早就有所耳闻 咱们吴京警官学院 是卧虎藏龙 那么今天的测试 您将派谁 十位入围者 正在等待着 今天你们栏目组的测试 那么今天谁将获得 我们最终的终极挑战资格 就要看谁 能在这十位当中脱颖而出 现在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三位同志 测试前准备就绪 请试 教官王一刚 计划组织实施 走 那接下来的测试 我们将在 我们将在 王教观点 带领下来进行 而测试的内容 就在我手中的 这张光盘里 行 今天的测试 是为了考验画物源 对声音的微变能力 参与测试的画物源 将同时听到 同一段 复杂的声音信号 之后 再根据听到的内容 回答问题 全部打对 即为挑战成功 进 同志们 我们已经按照 测试要求 准备好了测试环境 测试 马上开始 大家好 听风者这个名字 大家都听过没有 没错 没错 听风者说的 就是在战争中 那些最默默无闻 却又最不可或缺的 隐秘战争英雄 就是我们的电台 易电源 今天 你们所有人 都将化身成影声作品中的 听风战士 最终的胜利者 属于破译了 所有谜题的人 报答 测试开始 请大家戴上面前的耳机 好 请讲 是 请问考案中识 我们每次到我们需要完成 什么样东西 不能 我只能说 你们能做的 只有戴上自己的耳机 仔细倾听 是 请坐下 这次准备开始 戴上耳机 接下来 我们的测试 开始 报告 官兵集结完毕 请指示 停止射击 录音播放完毕 请摘下耳机 这段录音大家都已经听完整了 那么接下来 你们将接收到 关于刚才这段音频的一道问题 问题是 在刚才的这段录音当中 有几个人说话 我的天 请把你们的答案 写在你们面前各自的答题卡上 李博士能听到有几个 六个 六个 还有机枪 还有 只问您人的声音 懂听呢 四五个 四五个 听起来的不太清楚 难度特别大 好 大家是否都作答完毕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 那么第一题 刚才录音当中 有几个人说话 正确答案是 五人 答对的继续留在这儿 答错的 请你们离开 在第一道问题之后 我们看到 已经有四位选手离开 现场我们还剩下六人 请你们六位做好准备 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是第二道题 还有 在刚才的这段录音当中 二十名匪徒的坐标位置 所以他们要把所有的对话 听清楚 内容还在听 请坐党 这套体验还是非常难 刚开始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很多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这个音频 就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捕捉这个信息 需要一点时间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 有人写了一个位置 有人写了两个 我们的目标地是两个 分别是 三一一六高地 以及四零九八高地 有没有人答对 报告 有两位参赛选手答对了 其他人都是写的一个答案 但是也写错了 那经过第二轮 我们又要离开四位选手 谢谢你们的参与 现在在我们的比赛现场 我们教室里只剩下 两名选手 两名选手 你们将面对 我们这次选拔最后一道题 在这道题之前 我想请二位再听 一段目标音 请戴好耳机 刚见有为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请听题 刚刚听到的这段参考音当中的 这位男性声音 就是目标人物 这位目标人物 在之前五十秒的这段音频当中 他说了些什么 请作答 刚见有为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没听出里边的内容 给了我们一个目标声音 必须把目标声音的它的特点听清楚 刚见有为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刚见有为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对于我而言 确实 听不出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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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亮出 你们的答案 迅速庆典战场 你的这个答案滑掉了 我可以理解成你是放弃了吗 对 在最后的问题当中 两位选手有一位选择了放弃 他最终是回答正确还是说也回答错误 我们来看 正确答案是 迅速清点战场 一个字都不差 一个字都不差 完美 不可思议你是怎么做到的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 太棒了 再次恭喜你 这张挑战不可能的邀请卡 就属于你了 小大你看到了没有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售出者 他将带着大家的祝福 回到演播室来面对终极挑战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武艺景观学院的一名军队 我是来自武艺景观学院的一名军队 文职人员 我叫林文芝 文是新文的文 知是知道的知 有一个成语叫做文一知识 就是听到一件事情就能知道十件事情 对 你这个名字是从小就是这个名字吗 还是学了这个专业以后改的 不是 不是 从小 对 我很好奇 你刚才说自己是文职干部是吗 是 那你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是要训练我们的画物女兵 因为画物女兵她们最重要的是她们的耳工 是她们的基本的一个能力 那她们必须是听清领导上下打的一个任务 然后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其他人 需要特殊训练吗 其实在现实的一些实战 以及是在训练模拟的过程中 并不可能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 它可能会有人声 脚步声 甚至外边还会有一些呼号的声音 然后其实最大的应该是 我们用对讲机对话的时候 会有一些对讲机的电流的干扰 特别是如果同时好几个人说对讲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屏蔽掉这些 我们不需要的声音找到我们要的那个信息 所以你也是因为这个工作 所以有了特别强的听力 对 所以现在我们几个人说完话之后 我们的声音会牢牢地印在你脑海里 是的 如果我伪装声音呢 我可以变一个声音 其实声音在我的脑海里 它应该是一幅画的 而不是只是声音传到耳朵里 然后这个声音你就会听上去感觉是有颜色 然后有温度的 比如说萨老师的声音 怎么样 让我想起了 很温暖吧 土拨鼠 你别说好形象 就是老师的声音是有一个弹性度特别大 而且高频比较多一些 然后就特别像土拨鼠 而且语速很快 预选拔当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他们挑战的难度 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设置的难度 只会比刚才的更难 接下来我们有请林文芝到等待区 进行准备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待会儿林文芝要面对的这个挑战的规则 评委首先从100兽股师中抽选20兽 随机分发给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然后再从20人中随机挑选一人作为目标人物 目标人物现场演唱一段30秒的歌曲 随后20位挑战助理同时循环朗读自己拿到的古诗一分钟 挑战者准确选出目标人物朗读的古诗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是一群很可爱的合唱团的男生 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板场小学合唱团 欢迎你们 为什么选择一个合唱团 声音 对合唱团是要求声音要极致统一 我们将让现场的观众感受一下 孩子们的声音的这种默契配合的程度 我们先找10个吧 听听他们同时朗诵的声音 11号到20号 3 2 1 能听出吗 其中哪怕一首吗 听不清楚 扎声太多了 全都在一块 很多男孩子正好处在一个发语区 然后他的这个变声期声音 应该说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挑战者既不知道这20首诗是什么 也不知道稍后的目标人物是几号 他只能完全凭借声音 接下来在正式挑战之前 三位评委商量一下 任选其中一个号码作为目标人物 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的挑战者摘下他的耳机 目标人物 他将有30秒的时间来演唱童谣 请你记住他的声音 请开始 第一个印象是 他确实是处在一个变声期的小孩声音特别特别的哑 其实我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捕捉到他声音的一个点 最后他唱两句的时候我听到了他在沙哑里边有一个特别亮的声音 变声期的这个孩子的声音是不稳定的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为了挑战的严谨性 避免我们的挑战者 待会儿在挑战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位挑战助理的口型 我们接下来要用屏风遮挡住20位合唱团成员 能不能给他换个位置 能不能给他换个位置 通常我们闭着眼睛听声音 他来的方向我也许可以辨别 那个孩子因为他唱歌 所以他虽然眼睛看不见挑战者 他耳朵可以听见 他可以听到声音是哪个方向 所以我给他换个位置 就给他这个可能性去掉 果然是与犯罪斗智斗勇一辈子的人 杜绝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可以摘一下眼罩 进入挑战区就位 20位挑战助理来自同一个合唱团 又处于变声期 加上唱歌的声音和朗读的声音差异 已经让挑战非常困难 而增加的屏风又隔绝了势力的判断 加上李博士又调换了目标人物的位置 杜绝了挑战者从声音方位上判断的可能 进一步加大了挑战难度 面对重重的阻碍 挑战者能否从20人的朗读中 找出目标人物所朗读的古诗呢 我宣布挑战开始 开始 她们的声音非常像是北京人在说话 就是京腔的感觉 有一些人的声音其实是相同的 我从来也没有试过说 二十个小孩的声音 确实我也是一片混乱的 一 尖 到 谢谢 谢谢我们二十个孩子 谢谢你们 这一分钟其实对我来说 不单单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它可能是一个小时特别长 那个声音嘈杂在一起 有一种终于结束的感觉 现在你们感受到孙悟空的痛苦了吧 所以 你有答案了吗 你在画里走走走有二十个人的声音 走走走可能就忘记了 扎身太高了 全都在一块 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 青褪的山林里 有 一步到我们的答题区 这里有 刚才 评委选出的二十首诗 请你选择出 那个唱歌的男孩念的那首诗 扎身太多了 全都在一块 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春天在哪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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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脆的山林里 不但能够分别声音 而且对诗歌一定有所了解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主持人 主持人我已作答完毕 谢谢 接下来请 董卿评委为我们宣布一下 刚才你们决定的那个目标人的号码是几号 十四号 好的 我们掌声有请十四号小朋友到唱中间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挑战者选的是哪一首诗 但是他心里是知道的 所以接下来我要让十四号小朋友先念一下你手中的这首古诗 看一看我们的挑战者 他的内心是否能够确认答案 陆寨 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 反景入森林 覆照青台上 好 那么到底我们的挑战者选择的是不是这首陆寨呢 我们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开选手刚才写下的答案 选手选择的这首古诗是 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天在那清脆的山林里 哇 陆寨 陆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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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掌声祝贺我们的选手挑战成功 哇 真厉害啊 谢谢挑战助理 谢谢14号小朋友 谢谢你 把掌声送给我们身后的20位孩子 谢谢 也再次祝贺我们的挑战者 林文芝 果然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今天是20个小朋友同时说话 就可能不像之前刚说的每一个人是一幅画 我把20个小朋友都放到了一幅画里边 有的人可能是北京的老爷们滴溜着鸟笼 然后拿着烟斗在走路 我朋友其实就是小朋友 可能在真的说妈妈给我买一个冰糖葫芦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有物有人的形象 然后我自己就走入了这个老北京的街头 然后排除掉我觉得不是的声音 继续往前走 找到了目标人物的形象 假如是手机你能不能分别出哪个人 还没有试过 这个你应该试试在公安业务上面很重要 常常要鉴定这个人 到底是哪个人的声音打过来的 所以这个将来应该也训练一些公安人员 半别声音 对将来破案也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 文芝所体现出来的能力是超出想象的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项挑战 可能就像你的名字 这个文生之人 也许冥冥当中就注定了你有某些使命和能力 所以对于今天你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们各位的决定是 请林文芝进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她是一个非常专注非常有天才的女孩子 希望她以后也继续利用她这个才能 可以用在保护国家安全上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说我们这些案件应该请这个董警官来看一看 真的惨 真的 董事长来教一教我们的荣誉殿堂 谢谢 我这一号人天哪 不会吧还要带着面具 现场时围带着面具 身高体态相似 穿着他们一模一样的孩子 挑战者要同国观察他们的行走舞台 选出来自同一家里的四包胎 极为挑战成功 不是不是等等 她怎么能知道 你就算不看足影 现在请告诉我哪几个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同一个家庭怎么都一样啊 乱讲 同一个家庭的孩子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也许兄弟俩的姿态是完全不同的 而恰恰这个兄弟跟别家的那个孩子却有点相似 这怎么判断呢 董警官您自己告诉他们 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走路 他会有相似的但不相同 不会相同 但是他会有相似 来 怎么样董警官 五个一组五个一组 每一组走两遍 每一组走两遍 就是来回两遍 好的 站在第一排的11号到15号 预备开始 这孩子们脸上戴着这个小熊的面具 彻底屏蔽了他们面部信息 我们甚至还加上了帽子 连发型都不让董警官看到 您要通过观察这15个孩子的行走固态 将其中来自同一家庭的四胞胎孩子 全部选出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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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1号到5号 走 对我来说这是我小朋友 怎么走来走去都是什么样的走法 我真的没看到任何的端倪 是他们 谁跟谁想想 最后五位 来 6到10号 一次胞胎 就长得特别像 他们一行走 一会到相似的地方 很不好找 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 开始 15个穿着打扮一模一样的孩子 踏不到任何面部可征 只能对行走固态积极观察 要找出其中隐藏的四胞胎 冯燕真能完成这项挑战吗 这四个号得先叫上来 让他们走一遍 来 12号 上台 15号 8号 10号 上台 好嘞 四位 走过来再走回去 来 看去 这些人 这些人 是一家的吗 这是一家的吗 那个情形啊 包括相走姿势和类似的都不一样 可以了 还有 还有 12号 15号 8号 还有10号 应该是一家的 啊 好 没看出来 这全部都一样了 他们的胸都是往前扣的 来 你们四位往前走 就有点 就我们说的寒兄 有点 有一点点寒凶 您确认吗 您确认吗 确认 确认 那接下来 我说哪一号 哪一号呢 就把面具摘掉 好不好 看你们的反应能力啊 15号 小帅哥 帅哥 帅哥 小帅哥 小帅哥 十 十 十 好 哦 这个 果然是双胞胎啊 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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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还有这么心急呢 哇哦 四高三 四高三 哇哦 哇哦 他们几个 那个腿形都是 有跟那叔的 多一些 肩比较往回扣 他们走路自身 太像了 所以说 那就很快就倒上来 李博志您看出来了 我看了56年 没有看出来 哈哈哈哈 当前这个挑战 只是我们挑战的第一部分 对于董警官来讲 完全就是一个热身 我们正式的升级挑战 才要真正开许 真正开许 请董警官先戴上眼罩 回避一下我们现场准备 有请董警官 超速 挑战的第二部分 这四包胎孩子 将戴上一二三四号的标签 然后 不穿鞋 光着脚 每个人把自己的脚印留在台上 我们将把四个孩子的鞋 重新给他们穿上 而我们的董警官 将通过观察 四个孩子 穿着鞋 走路的方式 来比对我们交给董警官的四个脚印 然后一一对应成功 才算挑战结束 好 四个孩子踩出的脚印 我们都已经放在了不同的台面上 董警官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帮您摘下眼罩 可能会有点亮啊 您稍微适应一下 然后现在您可以自由选择顺取做辨识和研究 他们四个孩子一共是走了八步 第一双脚印不能比对 因为他是站在那里 最后一个是半个 所以每个只有八个脚印 两个脚 一个只有四步 所以四步很难看出一个习惯性 李博士曾经在 董警官第一次挑战的时候 说董警官在那次挑战里完成的工作量 大概是您和您的团队 好几天的工作量 那今天这个工作量 您在 我不干 我交给您这活您都不干 没办法 同卵四胞胎之间的各位差异非常像 用科学仪器都很难进行分辨 他们脚掌的自然生长形状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现场仅凭一行足迹 就要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挑战 半个小时过去了 龙彦珍还在来回对比 努力发觉他们之间 可能存在的细微差异 可以让孩子上来走了 好 董警官在他的这个神法上面 记录了他看到的每一组脚印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 四个孩子 来 请回到我们的台上 准备 准备 开始 一样 一样 而且是我们的那一般 像这样的挑战吗 以前从来没有过 有四胞胎 平时在生活中也见不到这样的 同卵四胞胎 一个精从一个卵子的 整个世界上只有七十对 他的DNA实现了 身材面相 有的时候连他的智力 都一样 完全是看走路的知识 或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 那太困难了 董阿姨没有喊停 你们就一直走下去 光脚走 你可以看那脚腕 脚趾配列 但是你要真正穿上鞋子 首先你看不到脚趾配列 哪个脚趾背哪个 或者哪个 哪个怎么进 都看不到了 所以说特别难 好 停一会 董阿姨要再看一看 在我们鉴定上面 通常脚印跟脚印相比 斜印跟斜印相比 我们不能用脚印跟斜印去比 所以它离开了 传统的见识科学的领域 是真正的挑战不可能 再多走几遍 好的 来 预备 开始 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挑战 通完四猫胎 他们之间区别特别小 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很不好找 我心里也能有点 四猫胎孩子 已经来回走了将近40分钟 他们怎么的姿态 都有些显得无力了 董燕珍还在专注地 进行着观察 这次难度上级的挑战 他能成功吗 好了 西游先生 请一下吧 可以 您如果觉得有答案了 您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叫到相应的台子上站好 可以 可以 您现在可以把他们叫到台子上站好了 3号 你确认3号是在这个台子 来 2号 2号 是在 侧面的第一个台子 董燕珍把第二个孩子带上了错误的足迹台 这意味着剩下的两个孩子中至少还有一个 肯定也会辨别错误 把4号放在了第一个台面上 1号放在了第二个台子上 这边分别是2号和3号 可以了 您确定了目前的顺序 确定 好 我要告诉您的是 您的第一轮挑战 没能成功 但是没关系 您还可以再调整 您有还有两次调整的机会呢 我要告诉您 您已经选对了一个 选对了一个 对 当那个主持人说 我就知道我错在哪块了 现场踩印那个料 它是凉的 小孩踩上去之后 再往前走 它是不适应 收集过度不太正常 再接着往前走的话 都会有变化的 你站起来 站起来 我看一下你 第一次挑战失败后 冬燕珍再次对4号足迹展开分析 以求获得更多的信息 来帮助自己 进行第二次挑战 下来吧 都重走一下 好 来 还可怕返回鞋 走两遍 来正反走两遍 好 慢慢走 不着急 好的 回来 然后转 再走 你挑一下 你挑一下 你们三个走的 再走一遍 这个四楼台里面有两个 身后腿 一个左身后腿 一个右身后腿 而且一个是 左腿做支撑腿 一个右腿做支撑腿 所以说他们分析起来特别难 好 好了 来 挑一下 他在对面 好 4号 冬机关给他安排在了第二个台子上 来 你们三个再走一遍 来 好 冬机关又把一号放到了侧面的第一个台上 冬机关又做出了一次安排 您确认之后再告诉我们 四个孩子都登上了正确证定的高台 而不知道结果的董燕珍 还在不停地对比着记录的信息 做着最后的确认 他能坚持正确的选择 挑战成功吗 我们有的时候 永远说 鉴定不了 对 也不能随便下跌 十只毫里 六只千里 有的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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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冬机关 您 再一次把四个孩子的顺序做了安排 您确认现在的安排吗 确认 好 第一个台子 您的选择是 正确的 第四个台子 您的选择 正确 你现在的选择是四号和一号 您确认吗 不玩了 不玩了 确认 确认吗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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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警外说他确认 好 这是您的第二次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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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美味 好 A 好 到什么程度 我这有一个数据 在他们的派出所 所使用的户籍平台上 数据库显示 所有的社区民警当中 董警官的使用率 排在第一位 他在这个社区平台上的使用率是 6623486次 排名在他们的社区里面 我觉得正是这样的第一 造就了今天这样了不起的挑战 这下就是代表了 社区竞争的排队 再次的掌声送给我们了不起的 社区民警董燕